大家好,我是Den 9月3号开始,韩国取消了入境前的PCR要求 也就是说,现在只要买张机票就能去韩国了 当然,入境韩国后一天内还是需要进行PCR检测 但是因为又不隔离,又不需要事先提交核酸检测 因此应该会有很多人计划去韩国旅游的 所以今天就想要告诉大家 外国人在韩国千万不能去的地方 外国人来韩国之后,除了观光美食购物之外 应该也会有人想要去韩国本地的KTV Doreban 但是大家知道吗?如果不仔细看清楚店名的话 可能会看到 意想不到的场景的 KTV链歌坊,韩文叫Doreban 但是在韩国大家仔细看的话 能看到很多Doreban Doreban 或者是Doreban下面不是以言而是爱心的店名 已经感觉有点不对劲了吧 对,这些地方不是普通的链歌坊 而是卖酒也有做台小姐的那种店 根据韩国的音乐产业振兴法 只有普通的链歌坊才能使用Doreban这个名字的店名 但是这些卖酒有做台小姐的那种店 如果太诚实地在招牌上写上是哪种店的话 客人们会因为周围的事先感到负担而无法光临 所以就会使用Doreban Doreban Dorechacha 这种让一般人会搞混的名字 而如果外国人不知道详情以为是普通的Doreban后进入的话 会被眼前的场景吓到的 韩国我很熟悉 我带你去Doreban吧 哇 棒棒棒棒棒啊 你怎么带我带这种店 嗯嗯嗯嗯嗯嗯嗯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就是 不要故意去哪